学生共上了新学期第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 《我的梦 中国梦》 袁隆平 是非英雄李中华 马云 李连杰等 在课堂上讲述了自己拥有梦想 实现梦想的人生历程 我的梦想是将来在大学里 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做一个电影导演 我希望用文艺片的形式 来做一些可以警醒人类的电影 今年以来 我国部分地区受洪老灾害影响 给一些中小学幼儿园开学造成安全隐患 为此教育部要求 开学前所有中小学幼儿园 都要进行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工作 并帮助灾区学生到异地就读 截止到目前 青海玉树灾区甘肃州区灾区的学校 已经分别于6月和8月开学 其中青海玉树 共向省内外转移7批学生 共8609人 其余57000多人留在当地就读 此外 甘肃州区高中学生将转移到兰州学习 受台风原规影响 为保证中小学生的安全 今天上海市决定 全市各中小学诱托园所停课一天 2010年全国又有四川 重庆 西藏 甘肃 贵州 五个省区市进入高中新课程改革的行列 这些地方的学校将为当地高中生提供丰富多彩的选修课 其中四川省要求高中三年学生必须参加不少于十个工作日的社区服务 据悉全国未能实行高中新课改的广西青海两省区 有可能从明年开始实行高中新课改 从本学期开始 北京市所有接受义务教育的中小学生 除了语文数学英语之外 都将循环使用教科书 与此同时 北京市规定 今年9月起 北京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将全部免除教科书费用 对于暂不参与循环使用的语文数学英语三门教科书 费用也全部由政府负担 再来了解东南沿海天气的情况 受台风原规 热带风暴狮子山和南川的共同影响 我国东南沿海 从昨天起迎来了大范围的台风雨 今年第8号热带风暴 南川的中心 于昨天晚上23点50分 在福建惠安沿海登陆 从今天凌晨记者发回的报道来看 登陆的时候 中西沿附近地区并没有太大的风雨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 就是昨天南川登陆的泉州沿海一带 也就是泉州的寻谱渔港 我们现在所在这地方呢 可以说叫做风和日历 那么今天早上从泉州市区一路过来的时候 各项的这个生产生活秩序 已经是基本都恢复了 因为南川目前在泉州 已经可以算是过境了 因为昨天晚上 由于担心这个南川的影响 所以许多的这个鲜货呢 是滞留在船上 那么现在目前 这个泉州边防支队的官兵们 正在协助渔民们 把这个渔货正在一箱箱的 往这个岸上运 再从昨天三点以后呢 南川的警报在泉州 已经基本解除了 因为福建也建立了一套 比较完善的应对台风的机制 所以在这次南川来袭的时候呢 风和雨啊 总体情况并不大 那么昨天在这个接近福建的时候呢 这个南川的风力 是有达到七到八级 但是呢 随着它登陆以后 是逐渐的减弱 目前南川影响的地方 主要是在福建的厦门跟张州 狮子山现在正式来势汹汹 有可能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凌晨 在福建的南部和广东 扇尾一带登陆 我们所有昨天回港避风的这渔船 今天仍然是在停泊在港口里面 目前这个福建的下金航线 全金航线和两码航线 今天也已经开始全面停航 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呢 还得是这个狮子山的这个情况而定 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 受今年第七号台风原规影响 上海士博园区 今天可能出现强风暴雨 风力可达六到八级 我们继续关注京藏公路等 首都西北通道堵车的难题 今天上午九点 本台记者刘晓波 从堵车的主要源头之一 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出发 一路向北京方向前进 在十点半的时候 他到达了包头萨拉奇地区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 他走了大约一百多公里 应该说目前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 现在我们马上连线他 小波你好 好的 主持人 我们很想知道 你这一路下来 看到的具体的车流状况是怎样的 有什么样的体会 好的 刚才您也介绍了 我就是从这个鄂尔多斯到萨拉奇 一共花了这个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我们的车速呢 因为我们开的是小汽车 这个车速在一百二十四左右 而这个大货车呢 我观察一下 它的车速也基本上能够达到八十到一百速 说明这个行驶的非常正常 另外呢我们还要观察到一点啊 就是虽然从这个鄂尔多斯 往这个北京方向 就是往京藏高速公路方向 开的这个大货车啊 相对来说平稳 就是它的车流比较少 但是从这个外省市经过这个京藏高速公路 进入到俄尔多斯 这种空的大卡车是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目前呢 由于这个今天实行的是这个单号通行的这个措施 今天是9月1号 那么昨天是8月31号 今天有大量的双号的车不能够向外行驶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一个图 在这个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 萨拉奇在这里 那么我们上午呢 是从尔字豪这里一路 沿它的这个红色的叫做包茂高速公路 一直走到这里 那么同时并行的还有一个210国道 这也是大车经常走的一条路 那么中间我们发现啊 这两条路由于走的大车非常多 尤其是在这个京藏高速公路和这两条路 交接的地方 有一段是城区公路 那么由于大车比较重 碾压的比较厉害 路面坑洼比较多 那么还有呢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啊 京藏高速公路 我们看是一座桥 这个桥实不实有这个大车经过 它的震动非常的大 那么也就是说 这样大量的车流给这个当地的这个路面 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维护维修的一个压力 那么据了解呢 在仅仅是在这个刚刚我走过的这段 包茂高速公路 还有220国道 它的车流量 目前每天就能达到这个三万辆 远远超出它的设计流量 还有要提醒的很多这个司机朋友 注意的是 因为今天是2号 双号是不能通行 我们在远处可以看到 在这个萨拉奇收尾站里边 停着很多这个大车 这就是等待今天晚上到凌晨才能通行的双号车 那么也就是说 从今天晚上开始才会有大量的这个双号车流涌上 那么目前呢 由于今天上午有些单号车去这个煤厂啊 它配送电煤 那么现在才开始装上车 估计要到下午三点钟以后 才能有大量的车流涌入到这个京藏高速公路上 那么由于这个包头也是这个主要的产煤地之一 那么在这里从来自于包头和来自于额尔多斯的双向车流形成了一个汇流 那么一方向就是走桥下的110国道 还有一个就是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京藏高速公路 那么下一站会进入到霍浩特 霍浩特也是这个许多大的车 需要进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城市 那么也就是说在下一站呢 会有更多的车流并入到这个高速公路上 主持人 小波谢谢你的报道 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北京西北通道的车流状况的 谢谢 我们再来看看北京整治交通的情况 过马路不走过街天桥 不看红灯路口穿行 机动车占用公交车道 从今天起在北京 像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交通漏袭 将被重点整治 这里是位于北京朝阳门内大街的一处过街天桥 那么虽然天桥近在咫尺 但是您通过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路口仍然有不少市民为了贪图方便 在道路口随意穿行 在这个路口记者粗略估算了一下 每当车辆红灯停下时 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 不走过街天桥横穿马路 所谓法不择众的心理较为普遍 为什么没有走过街天桥从下面过来 因为它可以 平时大家都这样走 那你这样走会不会觉得是不安全的 那有点 我们习惯到下面 再来看这组画面 这几位市民对斑马线视而不见 眼看旁边没车便斜着穿越路口 这位骑车人俨然把自己当成机动车了 停在带左转道的汽车旁边准备一起拐弯 再来看这几位家长就这么抱着孩子穿行于车水马龙之中 从今天起北京在全市开展综合整治行动 重点整治群众反应强烈的十大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漏袭 包括酒后开车闯红灯 设牌设证 机动车乱停乱放 社会车辆违法占用公交车道应急车道 非机动车行人路口乱穿乱行 摩滴非法残疾人三轮车违法上路 大货车闯进行 车行道内兜售物品散发小广告 违法站路施工 今天早晨七点记者在北京天坛东门这一个十字路口观察 仅一个小时就有20起行人或非机动车违章被处罚 面对交警的处罚 大多市民都能够做到配合 交管部门表示 对十大交通违法和陋习严管将成常态 来看一则生活提示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紧急通知要求 自今天起销售各类电信号卡必须实行实名制 因此从今天开始 如果在报刊亭购买各类电信号卡 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并且准确填写客户入网登记单 北京市邮政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考虑到北京市报刊亭的经营条件和实际情况 决定暂停销售各类电信号卡业务 来看新西部新蓝图系列报道 多年来西藏通过进一步挖掘旅游资源 做大做强做精特色旅游业 将雪域高原打造成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位于拉萨市莫竹宫卡县的松赞干部纪念馆 日前正式开门迎客 当地将依托纪念馆 把松赞干部出生地打造成拉萨又一著名景区 展示我们甲马的民风民俗 还有我们的这个以前这个突破时期的一些制作的起具 全部都在那里面呈现 而更重要的是 这个新景区还弥补了拉萨至林芝旅游黄金线路 中途旅游景点缺失的遗憾 更好地融入到大香格里拉旅游经济圈 未来几年内 西藏将重点打造世界屋脊 雪域胜地和古道天路三大旅游品牌 深度开发特色文化 自然生态旅游资源 逐步形成品牌体系化 功能多元化和市场高端化的目的地产品体系 预计到2020年末 实现年接待游客2000万人次以上 旅游业总收入达到200亿元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国内 在我国的教育界和出版界 教科书在开学前发到每个孩子手中 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正所谓课前道书人手一策 但是在安徽的富阳 宿州 泵部 除州 淮南等 五个地市的26个县 近100万初中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孩子 不仅被换了原来使用的英语教材版本 还有一部分孩子根本没有拿到英语书 这是怎么回事呢 来看记者的相关调查 8月31号是安徽 厨州市城郊中学学生 发本学年新书的日子 让孩子们吃惊的是 今年的英语书换了版本 而在安徽 富阳 宿州 泵部 除州 淮南 五市的26个县 记者调查发现 还有大部分的学生 没有领到新学期的英语书 这个书里面有没有英语书 在开学前四天更换教材 最坐不住的还有老师 你这是两套加在这一块 你选哪一套都付出了你自己的教材体系 对九年级的学生是最惨不够的 这是我们在调查采访中拿到的一份安徽省教育厅 在8月27号下发的《关于同意富阳市等五市》 重新选用2010年秋季初中英语教材的批复 在这份批复上写着 富阳 宿州 泵部 除州 淮南市教育局 你们上报的重新选用的 2010年秋季初中英语教材的请示收息 请你们严格按照重新选用的版本 组织学校做好教材的接收和发放工作 其他任何版本教材均不得接收使用 在这份批复的最后还特意著名 不欲公开 2005年2月 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 选用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 各学科教材选用工作应在起始年级进行 为保证教学工作的连续性 每一学科教材版本一经选定 在使用过程中不得中途更换其他版本的教材 也就是说初中更换教材 必须从初一年级开始 2003年我国实行教材改革 多家出版社可以出版教材 然后按程序审批进入教育部的目录 每个地市教育部门都可以在这个目录里进行选择 一位从业五年的业内人士向我们揭示了 一些省市教育行政部门选书的前规则 咱们国家在教材的这个省和通过产品这个方面应该是很严格的 就关键是这个教材 目录公布下去了以后 到每个地市的时候 就是到全国的时候 这个教材行业会有一些利益输送吧 比如说会侵蚀到一些回扣啊 公关的钱一般给谁 所有决定权在手里面就给谁 那一般去这个反点的钱能达到多少 反点的钱 就是这个七八千万的有一个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咱们算了三百五十万到七百万 但是这个反点这个形象是让我们行业这样 这个普遍形象 在教材的选用上教育部有明确的规定 而地方某些教育主管部门却把它当成了一纸空文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利益驱使 我们不禁要问教学工作的严肃性何在 教书育人的纯洁性又何在呢 本台将会继续关注安徽五帝市临时更换教材的后续情况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节目 欢迎收看